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这个关系是吧 可能他在之前因为英式杯刚刚三比一战胜了朴婷环嘛 可能大家觉得势头比较好 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不过印象当中金智希也是成绩非常好的一位 对 金智希去年在维甲的主将好像是全胜 创到了历史记录应该是 我觉得很奇怪 很多时候就韩国的外援过来下联赛 就像第一年赵汉城登陆维甲 也是下得特别好 虽然没有全胜 而且帮辽宁队是夺得了冠军 对 这回去年金智希也是第一次登陆维甲 他也下得特别出色 而且我觉得韩国外援他们下维甲 就是他们有几点 就是很明显的特点 一个就是韩国棋手 他没有中国棋手 那么多的换得换失 或者这种各种这种想法 另外呢就是韩国棋手对他们来讲 胜负的刺激非常大 他们的奖金非常高 对 因为现在经常是赢了 可能给你那么多钱 输了就没钱 对对 一毛钱都没有 韩国棋手确实是怎么说呢 他们在维甲中 我觉得也锻炼了他们很多的 就是个人的素质 因为这个在韩国的维甲 这个完全没有我们这种氛围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一支维甲队 包括领队教练 包括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每个人你身上都承载着他们的希望 对对 是的 大家都在为这个队的进步而努力 对对对 但是韩国好像就虽然也有维甲 据说他们是学习了我们的赛制 但是他们好像看的没有那么重 我觉得 对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 他们没有那种地域的那种观念 是 比如像我们这种 就是好比一个北方人 或者说跟一个那种四川人 对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我们中国 这个说的有点远了 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 这盘棋是由范婷玉之黑先行的 他是新 范婷玉这名棋手 特点非常明显 就是后版盘非常好 他喜欢实地 酷爱实地 就是客观来讲 他的布局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就是 从他现在来看 他的布局就是说 你一个有一定水平 就是中国的一流棋手吧 布局比较好的 都能感觉到很多问题 就是他的 而且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但是 当然 现在为题嘛 决定胜负的都是后版盘 没错 没错 像聂老 布局无敌了 但是 确实也是不好赢了 这一杀怎么办呢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年轻棋手呢 都是以中后半盘而著称的 对 但是如果说他们想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能够保持在那个高度的话 那么你前半盘必须得要提高才行 对 这个是占星 这部棋呢 是鼓励发明 应该说是鼓励经常下 到后面就是有很多韩国棋手 就是招搬影套 就拆这个 对 韩国棋手其实现在很简单 他的年轻棋手就是把鼓励的常用招数 全部照搬一个 很简单这个 也很实用 因为大差不离嘛 其实那个变化一把就行了 不用创新 鼓励也挺累的 他这个前半盘都是他 但惊结虑可能想出来的招 对 一会儿就被人学去了 他是经常前面优势 但是现在后面一搅和起来 他可能也是不一定搅得过呀 这个手脚 白棋手脚 这个一看就是范庆宇很坚实 他的风格有点像以前的 或者说小灵光一啊 这些 是这样 小志勋之类的 挂脚在这儿 这个一间夹 这个是方向正确的选择 黑器点三三在这儿 对 这个定势好像 我觉得很多年都没有见到 对对对 好像这种情况 现在有点少 但是这个棋呢 在鼓励下这个星的对局中有不少 因为下星基本挂脚 如果你是先挂 他可能会飞一个 后挂他肯定是要加 他这个棋呢 专门对付中国流 你可以看一下 下球实战的结构 正常来讲 大家要说立一个 立一个这样 是 大家能看到呢 白棋这个棋 其实是有点虚的 对 我相信业余棋手都能感觉到 这个空啊 尤其是这个形状 反正我小时候下棋是经常遇到 这个空下一会就没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有 这个是有点虚的 这个地方更虚 但是呢 白棋现在站住一个脚 白棋的这个势力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流现在这个势力 跟白棋的全局的势力相比 它是明显要差一些 没错 总体的结构来说 我觉得白棋挺好的 对 这个棋全局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没错 是 因为你不能说 一开始下个定式 这个空就数成我的了 这个有点太理想化了 这个定式虽然有点 有点不好控制 但是作为白方 它是满意的 对 它上来毕竟把黑棋 擀到脚上去了 是 实战的是这样下的 在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往下立了 这个也是老定式 对 很久以前的 我记得以前定式是走这个 盖住 然后黑棋立一个 白棋要打 是 这样呢 跟刚才那个定式相比 黑棋做了这个立的交换 但白棋这个平压 明显这有一个扳的隐患 这以后 现在如果人家想扳 也可以扳出来 对 这个是优劣难分 是 实战中 这个 我看很多人都是飞这儿的 对 这个 飞这个其实是有 是吴大师发明的 是吴大师在 90岁左右发明的 吴清源老师 对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 有一段时间 还有那个日本的杂志 上面经常有吴大师 写的叫21世纪的旗 对 现在就是21世纪了 对 那个时候还是20世纪 吴大师发明了不少东西 现在大家都还能用 比如像很常见的 这个无有角的尖冲 对 当然这是更早一些 后面有一些具体的招数 吴大师还是 就是对这个都做了诠释 没错 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时候 大家好像都很难理解 对 过几年就理解 对得慢慢才能理解 所以大家现在说 吴大师确实是就是 厉害 是 他这个飞的这个 主要的好处在哪呢 这个飞呢 首先如果你不走的话 我将来挡 那我得硬 要慢慢一点要死了 我会硬 可能还是盯一个是本手 盯一个吧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我下立将来这有加 或者有很多种下法吧 那这样呢 你立一个明显是白棋得分 是 在这个形状 吴大师还强调了 有机会白棋要把这个搬沾 黑棋很难受 这个都是吴大师曾经讲过的 要把这个搬沾掉 对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你这有一个子 我就搬沾你 那你要不然拖 要不然就补一个 你要补我的力 我这个硬腿很厉害 你这更加举措了 就不太容易打落 是 这个很重要 这一路得搬沾掉 对 这是 那如果你现在走这个呢 实战也是拐了一个 白棋就跳 这个不要去搬住它 这个太薄了 对 搬住这个形状很难受 看起来就是不完整的气息 这有点 将来就算简单点了加 白棋举步也不好下 是的 那它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的这部棋 这个硬腿 这个力 移到这儿去了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肯定是黑棋这个硬腿 还是在这边好一些 你觉得还是应该在这儿 对 这样 因为它确实是后面 把它空都拐掉了 但它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空 它这个后视 把你这就完全消掉了 你这个 是 没错 所以立在这里呢 对这边以后 这个有很多先手 对 就是总是有个后门吧 对 它实在是立在这儿 那就说这个定势 以你的理解来说 你觉得白棋比较好 是吗 白棋在这个局面下还可以 我觉得定势本身呢 它在要看 它在什么情况 是 主要是这个定势下出来 对全局的影响 然后全局对这个定势的影响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嗯 现在 总体来说白棋配置还不错 对 现在 是 是 然中呢 潘婷玉现在是 比较谨慎 手脚 嗯 它是尖脚 嗯 然后 白棋也是尖脚 嗯 他这个手脚 他 他先守自己的空 还是说 因为现在有两个脚嘛 嗯 他是不是考虑先进入人家呢 就是从我看这盘棋的进程来看 嗯 当时这部棋 我是认为不可思议的一手 就是 作为从逻辑上来讲 当然 有点极端 对 它的风格或者怎么样 这个也许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从棋理上来讲 它是完全不符合棋理 嗯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 在这个情况 首先 这个头是一个三路头 嗯 这个头是一个五路头 对 然后这个头到这儿只有 五格 嗯 这边有六格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思考呢 这面的价值都比这面大 就如果说咱们都没空 那我肯定是 就是说黑棋肯定是赚了 如果说都有空 那黑棋肯定比白棋小 是 就是白棋的发展潜力明显大 我说第二是五湖 其实不说这个地方 这这对这个模样也是有影响 对 所以这部棋跟它交换 是百分之一百亏的 嗯 就是所以说 刚才讲过 范庆域可能不沮丧 经常会有一些问题 对 就是像这种棋 是 我觉得 就是 不是很 理解的 它有的时候就下棋 会比较极端的守 对对对 这个这个问题已经 就之前它的企业 我也看过 嗯 也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它就是这样的风格吧 对 对 别人可能很难理解 对 执行自己的性格 这样性格就有一种力 是 应该是 但不管怎么说 总体来说 白棋的布局 它的布局 它的配置 非常生动 对 我觉得没有任何不满的道理 是 小范应该是占了这个 这个是很大 拆在到中心点 现在呢 轮白下 白棋 现在这个着眼点 肯定是在这边 嗯 实际中是震 对 比较直接的压迫 这种局面下 白棋除了这个震 还有什么好的下方吗 我感觉 它首先有几个可以选的吧 第一个是震在这 哦 震的高一点 对 震在这呢 跟这个震这个 最简单的一个对比呢 就是如果黑棋飞 嗯 黑棋还是手 嗯 这样呢 这个震就可以脱先了 但这个震不能脱先 这个震 因为你反飞 你的方向就全错了 嗯 这个或者 我不脱先 我大跳也可以 这都是本手 这步棋跟这个相比呢 它的压迫性要差一些 但是呢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震在这 下一步飞也很愉快 嗯 这个压迫黑棋也受不了 因为黑棋 这样它扁了嘛 对 你要在底下爬 我在上面走 大家明显感觉这种 大模样对大模样 嗯 还是 就是不能再取太多的地 嗯 所以我觉得 这时候如果是我 可能会震这个 嗯 你震的高一点 然后等人家飞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的东西 还是挺多的 对 因为本身 你如果手嘛 其实跟这个 差不多 是 反正手哪个 我觉得那块空 都是没有手足 对 总体来说 这个呢 我们好像 还有一些下法 我记得丁老师 以前讲过这棋 可能可以下这里 哦 可以去跳的话 白棋在下跳 嗯 很有特点 是先走这儿的 这棋型 大家以为是先走这儿 是 先走这儿 人家是不是要奸出来 还是 先走这个可能会被靠了场 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好像是聂老师在一本 七八十年代的书写了 其实就是当时 就是我说聂老师 包括吴大师 这些大师 他们对维席的理解都非常深刻 是的 是的 他们确实 我感觉这部也是好点 现在他可能会跳 这是聂老师 以前一盘实战 对一个日本老九段 哦 他就是这么下的 对 然后他怎么下呢 这棋 当时那盘棋呢 这边情况不一样 这边情况 这边价值小 聂老师跳下去 那现在可以这样 掉一掉 这两步交换 黑棋也不便宜 压迫人家 把人家压低了 是的 实战中正 这个下法比较直接 偏直接 然后再拖三三 对 靠一个 它让围棋变得很简单 压 然后裹下去 这盘棋 这部棋是我最没能理解的 就是小范这盘棋 我最不理解的一部棋 就是这部 这个棋 我觉得 怎么都应该先拍它一下 对 这个可能我不知道 就是该怎么去看这个棋 就是说至少从我小时候 不管是小时候的老师教的 还是就是后面打高手的棋谱 都是要拍的 对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 如果说拍这个的话 白棋是不是会挡下去呢 他肯定不会接吧 对 这个接不能忍受 这这 不是棋 不是围棋 黑棋就简单接上 白棋这个离与外的交换 扛不住 底下都很轻嘛 你冲下来我就拆二 你这个大损 对 我这个子宁愿被抓了 我也不能把它接上 对 无论如何不能接上 我可能会挡下去吧 我觉得 挡下去 其实我觉得黑棋有拆个二 又如何呢 哦 那么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地方 被人家挡下去不重要 是吧 这里 因为这部棋不是显得很损吗 挡下去之后 而且不觉得这部棋 拍出来之后 黑棋的全局又 就是改观了嘛 因为看到这部棋以后 你发现这个整体 跟这边就 白棋两边已经在打架了 对 我觉得这样才能显出来 刚开始取缔 包括这个坚持的取缔 是有道理的嘛 是 没错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因为我不知道 你拍完了之后 打算干嘛 我现在觉得你拍的挺好的 对 其实我就算提了 我不知道你拍完了 要干什么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这是 肯定会拍 对 而且我可以说是 基本上中国所有的 80后棋手都会 或者说是70后棋手 那更早的 我觉得更早的棋手 更棋合 会拍上去 对 实战这部棋 反正 对我是下不出手的 他打吃 接上 这样一来呢 又被白棋转到外面了 嗯 但是长 对 白棋在飞 是的 我觉得看起来 是不是白棋 目的也算达到 是 所以总体来说 白棋的配置 跟这边连贯上了 嗯 刚才呢 这个拍上去 明显是破坏 人家意图的下方 对 我觉得确实 哎 怎么说呢 所以小贩有的时候 是有点极端 对 应该说 每个棋手的风格不同 但是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的 90后的棋手 他的棋带有 他明显的性格特点 对 比如像就是 陀加西 陀加西是那个 非常利战 陀加西平常是一个 很可爱的 就是年轻的棋手 是的 嗯 但是他下棋呢 就是一般外向型的棋手 他就特别利战 是吧 嗯 我觉得他搅和人家的时候 简直一套一套的 对 反正搅的一愣一愣的 都不会动啊 对 很有意思 因为陀老那个 像我有时候也跟他接触 陀老虽然小 小我很多岁 但是他经常给我讲讲道理 我觉得也挺 非常有意思 很好玩 嗯 非这个 对 像陈耀叶啊 就是范婷玉啊 这些棋手 他们的棋风 明显跟他的性格特点又有 是 就是 我都很少看到 他们两个人有笑的时候 对 这真的是 几少皇上 确实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很少看到他们两个人 对 他们也 可能像范婷玉的性格 更硬一些 就是我感觉 范婷玉是一个 因为当时他们对待宝吉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力挺 就是靠他一个人 嗯 反正我觉得范婷玉的性格 非常 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吧 很刚强 嗯 确实 嗯 他接下来像什么 在这儿吊一个是吧 嗯 没有吧 在这中间 中间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这儿吧 就是这儿是吧 嗯 你觉得这部棋怎么样 我不知道 这次 这次局面我不太会像 嗯 我第一感觉是有点深 有点深 嗯 你觉得再浅一点吗 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控并不是很多吗 因为底下都是漏着 它如果说伸到这一路的话 代表它这盘气形势 应该不会太好 嗯 它看起来它的策略 像是先把控先守住了 然后我在中间再跟你洗 嗯 范婷玉很冷定 在那个中盘的接触站中 经常会 就是说特别冷静 嗯 像我记得那盘英式杯 嗯 最后一盘 逆转的 对 那盘棋就是 所有的棋手都认为 他输很多 然后呢 是的 我本来人家告诉我 这棋已经输了 你就不用看了 对 然后过了一会儿 晚上说他赢了 对 当时就是他的冷静 让朴婷环连续出现错误 是 就是后半盘的时候 因为朴婷环是韩国的 90后的第一高手 嗯 也是90后所有棋手 从第一个拿世界冠军的 嗯 就是客观来讲啊 朴婷环是非常强 对 是的 而且我们中国很多棋手 对朴婷环的评价非常高 对 但是最后 嗯 其实下得很清楚 对 但是他经常在莫名其妙的 后半盘的时候会犯错误 对 可能还是需要再多 再磨练 嗯 对 这个分段是100%的一手 嗯 这个棋如果被黑棋连上的话 白棋就没办法围了 因为像这种围空 是非常不可取的 嗯 你跳一跳 我跳一跳 你每次围四个 你一次围八目 就是你只围这些空 我这个围的非常大 而且你要明白 有句格言嘛 叫后视不围空 对 这种后视如果成了这种空 这个要被 小时候学习要被骂了 而且这个后视呢 你将来围起来很不舒服 对 底下你没有围住 对 这个底下也是漏着的 对 如果没有边控作为基础 拼命在中间这样围的话 是围不大了 对 到处会被以后会被挤压的 对 所谓金脚银边炒肚皮 是 最直接的因素 就是因为中间有四面 嗯 然后边有三面 那个角质有两面 嗯 所以效率会不一样 这个分段是必要的 依托后视作战 对 这是必要的 好 跳一个 嗯 像这种棋呢 白棋要围 肯定是也围这边 但围这边 这个棋谁好 这个一般人判断不出来 太困难了 对 如果说判断呢 可能正常来讲 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如果在这种 用时又不多的比赛中 判断这个 我觉得 就是当时 你冒的风险很大 不 那这个围到这里 这样要怎么判断 鼠目吗 鼠目 就是鼠目 然后 这个棋呢 你先数最简单的 飞一个你够不够 然后你要把其他东西 也不知道会像什么 你要思考东西非常多 所以判断要一两个小时 这太难了 最简单的是 飞完了之后 看看走这个谁好 哦 但是这个棋 你想半个小时 正常来讲 得到的结果是 哎呀 搞不清了 可能想一个小时 这个也不是正结 对 所以这个 它有一定风险 这个棋肯定从棋底上来讲 没错 先断了它再说吧 对 因为毕竟白棋厚 这就很明显的一个挡入 顶它一下 顶一个是好时机 是一部很妖娆的棋 它想便宜它 也想什么 最好是它能尝一个 那当然不可能尝了 对 那你白便宜的事 这顾忌精致锡肯定是不会干的 嗯 它如果不顶的话 以后有个二楼点 它这部顶的主要原因是 现在我先问你 你要什么 如果你要这个 你的木树底下跟下粒 大约损了得有一个贴木 哦 差飞了 如果你下粒 上面已经薄了 那这个顶 我本来这个什么 这些都是牵手 你是个软头 那显然这个顶将来作战 能用处很多 嗯 就是现在我先问问你 你想怎么样 考验一下 对 这个在对局中是很常见的一种 是 就是策略 嗯 而且这个时候可以 争取时间 对 然后你还很痛苦 想好对方脑力 其实它白旗很难受 它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往上长 还是往下粒 对 往上长一般不太肯 嗯 啊 这被人家白便宜了 对 所以 白旗下了这个 对 这部旗看起来确实不错 嗯 看起来是不好旗 因为 下在这个位置是怎么个意思 它 想攻着它是吗 对 刚才我们看谭笑那盘旗嘛 嗯 谭笑通过攻击围了一些空 它这个旗呢 也是说 让你这几个变薄 变薄之后呢 我把这个凹了 应该空就还可以 因为刚才 为什么我说黑旗是绝对不肯的 像这个事情 简单将来白旗搬黑旗的局部都很困难 黑旗不能吃了它是吧 吃了它就被翻吃 如果吃被翻吃 大家 你应该 你走这个被我顶一下 扛不住 你只有接上 哇 那这个目数已经 对 这个就相当于 如果白旗先手定型成这样 大家就能感觉到黑旗的子孝并不是很高 对 这木太惨了 已经被全压缩到脚上去了 对 所以它走这个 然后黑旗现在搬出来 白旗刺了它一下 这盘旗好像下得很激烈 对 我们必须加快点进驻是吧 对 这个感觉上我觉得呢 像这样就是一个双方各取所需的 大家能看到小贩下得非常的坚实 他把空彻底的落丢了 连结材都没几个 对 然后中间要把这块鞋处理好 当一个 断着 这个感觉上 它怎么不能断那儿啊 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顶是牵手的 冲过去了 我就冲过去了 哦 那它只能断这儿 对 它还是顶吗 它还是顶 加主 小贩在质孤方面非常强 对 一般像这种风格的棋手 对 它很难质孤不强 看家本里 它如果质孤不强的话 可能下不到这个水平 对 然后这个时候跳 它这个下法都 其实是它的逻辑很清楚 嗯 你要走这儿 我就冲断 这样你站不过我 如果你走这个 我飞 嗯 就是这么下的 对 其实就这一片进程来讲 白旗完全被黑旗 嗯 牵着鼻子走 嗯 这这也是我觉得 韩国人偏弱的一方面 韩国人的那个 就是转身啊 各这种东西 他们没有中国人清楚 可能没有那么灵活 对对 因为 可能也因为中国 大多数棋手都是 从就是打聂老师的棋谱 传承这种风格 嗯 转身比较灵活 这个传统还是很有关系 对 这几步棋非常大 我觉得 白旗走的都是边角 包括这个被爆吃也很大 现在这个靠段也很明显 现在我觉得黑旗挺不错的 对 现在他一下转过来 是 之前的配置是白旗好 白旗在这边的攻击非常有问题 吓得 就是被黑旗牵着鼻子走 他没注意 他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被牵着鼻子 打入 在这 其实范庭毅 他在中韩战斗的大局非常好 这时候他靠 这个自补就明显感觉到 形式已经得到了自己的认同 是 他觉得不错 所以把自己加强一下在这 他靠这个嘛 就是第一秒 靠这个 第二 这个也不小 第三呢 这底下也挺大 他就是说 看你走的步 我形式已经不错了 白旗现在先加一下 对 这个加跟班基本上一样 嗯 下的结果是一样 嗯 这个虎我好像 现在很大吗 这个虎 虎好像挺过分的感觉 划断怎么办 好撑啊 对 果然就靠短他 嗯 他这个下法显然也是意识到形式 不 对 很难说好 他已经把刚开始的优势全部丢掉了 是 黑鞋的木树太扎实了 嗯 这刚才已经 对 这个抱持很大 捞了一大堆了 这个抱持包括将来这个尖 其实大家都算木都要点上 嗯 这个抱持抱了将近20分 其实 哇 那么大 嗯 真的很难想象 对 下棋也是点梦的时候 有些东西 就是看着 你看着没得到 像这种棋 这一贴出来 白旗的气这么紧 感觉上白旗非常困难 是啊 会不会靠断太严厉了 这块钱怎么办啊 这个发明玉 它的这个风都全发挥了 这么硬的形状 对吧 它之前这些全是好旗 对 现在等着了 白旗的问题就出来了 嗯 这个看到这儿 小贩应该是没问题 觉得挺好的 嗯 这个金智希 以前号称是 韩国乱战第一高手 嗯 听说他力量特别大 嗯 就在战斗方面 他绝对不惧怕任何人 对 以前给他的评价 叫做力大如牛 冲过来在这 这个看起来 白旗没有任何的成算 嗯 这个打枝是好气 很遗憾的是 不能直接挡住它是吧 嗯 直接挡住会怎样 会断 它会断吧 嗯 显然是这个断很残 很残酷 因为你现在 在这个地方气是紧的 嗯 现在站不过 来不及 嗯 但是没关系 它可以先搬一下再断 先搬这个 嗯 白旗搬这个 这个 如果白旗搬的话 可能被黑旗蒙在这 这下就挡住了 对 这样白旗是不行的 就没法收拾了 黑旗全都都回去了 对 这面一打吃 也是要爆炸的行动 嗯 这也是不行 当然可能也是死马当活马衣的一种方式 长 嗯 才穿出 这棋 嗯 白旗下不动了 太撑了 白旗已经下了 大家看到这五子已经到位了 基本上 然后别的呢 也没什么 对啊 这时候 这棋下得很顺利 它就先断了一个 对 这都下 简明 嗯 断你只有走这 也不能被我刷过 然后大丢一下 嗯 然后接着 嗯 这个棋好像基本上已经胜利在旺了 对 因为 这个棋 我再摆两步给大家判断一下 它跳了一个 在这 扑死了 嗯 实战中 走这个 顶了 让我如果 把一个简明了 我立 嗯 你跳 因为这有一个点 这有一个顶 挺散 挺严厉的 就算你这样补助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木树呢 木树呢 这个地方 如果黑旗打吃 白旗就面临着一种 崩溃的惨状 这一打吃局部 好像 已经很难下了 他为什么不能在铺之前先打他一下呢 嗯 打总是你的 就是 你这两个子不会不要是吧 对 这两个子如果提通的话 这儿有薄了 对 这些先手又没有 是 这样我们如果说 这样看 跳过 嗯 那黑旗这儿是 10 12 14 16 18 19 22 12 23 25 这个地方有30木树接近 这个地方 这个角肯定是有20木树左右 因为 本身就有17木 然后这个地方 边上是有盐的 是 大概有50 中间5木树 55 这个地方20木弱 嗯 这个地方接近20 差不多20 是 这个 就是说有75了 嗯 那么多 这个 这块空大概有50多木 嗯 50来木 嗯 55木弱 然后这块空大概有 10木有吗 10木应该有的吧 也就是10木棋 因为如果我拖了 你搬住的话 我照有加木 哦 是的 大概就是10木 那这个棋 就是黑棋就是65木左右 那黑棋 呃白棋65 65 那这个棋 黑棋应该 可以了 是吧 旁边10木还黑下 黑棋还厚 黑棋这种什么 顶完将来冲 冲了接有没有咸味 嗯 反正有很多东西 嗯 明天黑棋就是 实战小范是更激烈的顶了一个 然后 嗯 对 再顶 直接就顶出来了 嗯 小范 力量很大 这个棋 白棋户街上的话 黑棋是要跳吗 可能是吧 应该是吧 要不然他顶了 嗯 黑棋可能要跳 再跳这个 也许是这样 是 嗯 他肯定要跑出来 不然他不会顶这个 这个体 断 断 嗯 这个挺狠的 这个好像 比我刚才那个还要好 对不对 差不多结束了 更狠 跳出来这个 嗯 我在想这些白棋要怎么活呢 和这个 万一 嗯 他下得很稳 嗯 大家看白棋一个眼都没有 对啊 就是说 关键是你活了 你空也不一定好 是 这个棋 黑棋只要占点便宜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的想法 对 现在感觉 这个盘棋也是顺风满翻 嗯 走这 嗯 现在我们中国的 这个90后的棋手质量 对局质量 也是越来越 好 嗯 越来越厉害了 对 他走这 他不能穿进去吃它吗 可以 很想穿吗 就穿的 实际上是穿的 是穿的吗 嗯 就穿的 这种棋 吃棋的时候 作为吃棋那方 嗯 他的想法是 必须要把空帮助 对 就是绝对不能说 吃着吃着我空不够了 这种是不能允许的 就只能给自己留下一条刀 是吧 只能说 不能说 不杀这棋就不行了 这就不太行 不能这样 嗯 这个对局心理一定要这样 就是如果你患得患失 又想吃又想收空 这般其实很容易输的 对 这个在 就是因为 毕竟围棋也是一个竞技体育 它蕴含着很多这个心理的博弈 是 非常重要的对局心理 立下去 看起来 白棋好像到位了 他这有个先手 然后这一壶 这能活 这个 这儿是一只眼吧 不 他为什么不能这样 靠进去杀他呢 可以 靠好像很厉害 哦 哦 好像 实战就是靠的 是 哦 就是靠的 是吧 嗯 这个体育好像成结了 嗯 看样子是成结 那 这个体育好像真的是没什么办法 嗯 好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下法 靠 靠这个 嗯 这就打结了 是吧 嗯 哦 我觉得 下成这样应该没什么选念了吧 它只有接 大家看这个 是 这是这只一手 你不论走什么 我这个把这儿走了 你肯定是走不了两个眼的 是的 是的 嗯 哎 它不能提在这儿打结吗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呢 哎 你说的对呀 为什么不提在这儿呢 对呀 这木树 提在这儿主要是木树的问题 主要是本身结的问题 哦 本身结呢 本身结的问题 它主要是有 有个担心提在这儿的时候 别人可能要搬这个 搬这个 嗯 它之所以担心的是搬 你肯定要结上吧 对 我得起 然后坐 你拱 你这样拱 对 我先提 你走这个吗 我先提 走这个的话 不一定好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你留给别人更多的眼位 它可能会点你脚 哦 就是说我这一脚 那我就晕了 对 你肯定是 我说你接上 不是你要团这个吗 我先提 你带棋 我再跟你这块杀棋 那这个棋 作为一个穿鞋的人 应该乱了 对 很惧怕 对手搞这个 是 它这样确实木树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时候 它想法应该很简单了吧 它觉得打结 打结已经又是很大了 对 获得一把飞刀 还怎么可能输呢 那就把这个搬了 然后接上 冲 挡住 打 打支 踢掉 踢掉 白棋有结吗 然后白棋在这挖 嗯 这本身结 嗯 然后拐回来 这 踢结 这不拐 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可能 范庆域已经进入独秒了 哦 它肯定是 进入独秒了 因为 这个棋 这不顶打是吧 对 就不能说以这个 说这个结 嗯 因为现在明显 黑棋结 它已经 就是打不过白棋 就是 不论 不论走什么结 嗯 白棋肯定不能硬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幕后就白亏的 对 明显是顶打要好一些 肯定应该 你看走在这儿 这个棋 当然这点脚 是什么情况 点脚 好像不太容易杀嘛 看起来 跳着杀你吗 跳 感觉上 嗯 应该是死 但是 白棋点在这儿呢 反正我觉得那儿 总有其他 对 总是这样看着会好很多嘛 不管怎么说 对吧 嗯 这样他打吃 你就跳一个 也没什么 是 这个一下损石墨啊 这损的有点多呀 对 这说一下 这个想象就是 在读表中 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时读到 读到那个 就是三四十的时候 二三四十 这时候呢 你突然发现 你前面有一个整体系统性的东西 是看错了 就是你要重新去整一个新的变化图 在这个时候呢 你通常你要去 想一些别的大的方面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 你会忽视 现在这部器该怎么用 然后 就这个时候 这种很大差别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失误 嗯 那这读表的时候 如果说发生这种现象 你会紧张吗 嗯 紧张不会 那你肯定比较熟练了 就已经 也不是紧张 因为紧张没有用 所以尽量要排除 没有用的这种事 人的情绪 毕竟还是 因为说比赛比较多 情绪还是可以调控 嗯 这时候轮黑下 黑棋找哪个结案呢 它是肩冲 嗯 它肩冲一个 嗯 这白棋肯定得把它抓了 要不然硬起来 没完没了的 对 所以说黑棋顶持在这好很多 那差多了 嗯 小尖的 嗯 感觉上白棋还是不太成吧 这个死了 那这个损失也太惨重了 对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胜负嘛 贴回来 但是黑棋也是乐胜了 对 实战是范婷玉提了一个是吧 就往这提了 我都没看明白一开始 他提这个 他就是想 简明吧 他可能想法 因为介乎这个飞点 我觉得就是 棋力很一般的业余棋手 也都能 直接把这块都杀了吧 嗯 好像应该是 至少是残废了 这块棋 至少你 这上面全掉了 嗯 肯定是很残酷 把这尝了一下 在这 哎 我稍微有点不明白的是 跟这飞点 跟这个题有关系吗 就直接点了 我不懂 他要干什么 究竟 这个时候 刚才已经给大家判断过形势了 我觉得白棋 黑棋找结 大概获取三十目的实力 就肯定赢了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 木属亏了很多 对 那他如果说直接飞下去 他都不行了呢 直接飞 好像白棋 已经没什么应手了 我觉得 白棋是不是要弃三子 那这个 对 黑棋这边就接一接 已经一把先亏掉了 而且这个接 白棋想干什么 接完了他也连不上了 对街上就简单就断掉了 嗯 小范他提了一个 立 立下去 嗯 嗯 这部提显然是实账 被援一力 亏了小二十目 感觉 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你打 或者街上打 你拐 是吧 嗯 大家能看到 这个我一搬 哎 我是 搬在这挺好 哎不对 我可以断这 那断你可以吃 我就搬 搬 搬也不后期 后先了 哎 那当时好像是有错觉 我看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棋的 对 好像是有错觉 那这个骑黑骑拍吃就完了 嗯 也没有什么变化 拍吃了挡 拍吃了挡 他是不是管一下 然后拖鞋 你这个飞还行吗 我就飞呢 如果 飞我搬呢 打 鞋上 哦 等于这面是有很多看不清的东西 对 我可能是不是要先断掉一下 还是 他挡在这儿杀不杀得掉 他也看不清 他挡在这儿死掉 我得先断着一下才行 嗯 所以这个骑很复杂 断着一下 嗯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想不明白 对 有点晕了 嗯 我们能明显看到他打这个是有点损 但是他当时不肯打 嗯 他保留变化 是的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他的真正半音 其实跟这个潜伏是很有关系的 他后面这盘骑是输掉了 对 因为这部骑损了太多的木树 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肯这样平平大弹地把这块吃了 他得拼 对他已经搞不清楚怎么 就刚才如果说这个不提 你说你直接走这儿去 对啊 他要怎么下啊 我也不明白 嗯 这个时候他实在是选择了这个比较狠的下法 嗯 但这个贯彻他的意图 也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像输一盘骑往往 嗯 你真正发现是你本身逻辑的错误 其实到最后并不是很可怕 这个事情其实是注定的 你仔细一些 这个骑 因为你的知识结构嘛 决定了你这个骑 必然会最后出现失误 那如果说 嗯 这样输一掉一盘骑的话 回去会不会对自己的逻辑进行调整呢 没有必要 一般骑手的内心比较坚强 不会去考虑这些 这时候 嗯 它是提的吗 嗯 因为这个打结非常多 看起来很困难 这个骑虎照前 然后呢 嗯 它 贴了一个 这个贴是结呀 它这可以做眼是吧 这个贴是好骑 这面黑漆的形状现在出现问题了 哦 因为它这儿 现在有可能有拖嘛 哦 还能做活了 是吧 嗯 现在黑漆不能杀底下 杀底下白漆如果提先手的话 嗯 白漆现在走这个 翻了一长 嗯 最起码贴在这儿是打结了 嗯 而且这底下这个拖 也相当看不清 是 这本来黑漆 它选择挺多的 现在怎么变成一条绝路了 就必须得吃人家 是 那不吃不行了 这显然是毒苗 嗯 显然小贩还没有从英试杯的 那个赛制中走出来 大家知道英试杯是没有毒苗的 可以延时 嗯 就罚两点 还是长 就这样 嗯 白漆提 提一个 然后黑漆管 哦 变成打结了 就是说它对 那个什么已经没信心了 就是 枪杀 这个时候往往 并不是说真的算清楚有什么 起 不行了 这个时候 不这样下 它就不行了 对 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 突然跟自己原来设计的东西 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会有一个潜意识的 就是 可能我不对 有这种感觉 对 实战中 弹框非常激烈 打直 提 然后白漆脱了一下 这漆感觉黑漆也要走上不归路 对啊 接上 嗯 本来是一个很好下的局面 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但没办法 这个就是说围漆的魅力 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 金智希这方面很强 对 对 断掉 好像已经要出问题了 嗯 好像白漆不靠打结 黑漆也很难弄啊 实战好像就这样 嗯 打 你看它都不提结了 接上 然后挡着 断打 哦 等于这边黑漆也提不动 这边整体要杀黑漆 黑漆还没活呢 对 我自己没连上 现在 哎呀 这个漆好像是完了已经 因为大家看这个长也加着二十墨 现在白漆是 在一个可以弃子的情况下 嗯 我觉得白漆如果说先生把这个切断了 就是说先生就全部收掉 肯定白漆赢了 然后白漆才管掉这个 你想嘛 这地方得二十墨 然后这地方又得了十几墨 这地方又得了 这地方也得了 你这只吃了大概三四十墨的肝子 那就说刚才这个漆掉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对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刚看这盘漆嘛 我们不可能说对它有一个什么客观的批判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看这几分钟就批判的话 我们应该去比赛了 打吃 凌乱啊 好乱 是 现在 哦 现在好像已经很困难了嘛 因为 这个地方我觉得白漆连走两手黑漆这块漆很危险 他连走两手的话这个局部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反正至少是很危险吧 嗯 虽然不一定肯定吃掉 但是可以说特别惨 他提了一个 嗯 这时候肩在这儿 找了一个什么节 肩 哎 是肩在这儿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 是提这个 白漆接住了 接住了是什么状况啊 这期 接住了如果黑漆接住 白漆这儿简单的一扑 然后我又 这个打吃是先手 接上一挖 嗯 三气 这就气不够了 对 这地方白漆是 三气之后白漆可以接上 关键是 它可以连回去 对对对 那好像完了 所以说它没有接 嗯 这时候小贩 好像是 这个 这期确实收拾不了了 嗯 走走这一走 已经不太行了 提 提好像已经没办法了 走什么呢 接上只有 它就是接的 然后被人家一冲 嗯 就变成紧接了 断打 因为它如果提节的话 白漆接这个打无忧接 它显然又完了 它只有走这个一打吃 接打 提接 啊 打吃 哎呀 这个时候还是认输比较好 太痛苦了 是吧 对 因为这盘棋本来是 赢很多的棋 嗯 就觉得那个打结完了 应该找了这两个结之后 应该很好下的棋 对 他跑去这儿提了一个 被人家一立 然后他又脱签了 对对对 是吧 也是因为他杀的 是不是太狠了 我觉得 哦 他是不是杀的时候 刚才那个顶打的 就损好多 对 应该说 他 他现在还 还下了吗 他可能是 还进行了一下 对 他把这个接上了 然后变起了 这个棋 他是没有再继续下去 杀了半天 这儿全死了 这儿人家还活的 你这脚上差一个 对 这个棋 从心情上来看 是很难接受 确实有点惨 这棋 对 当一个就是职业棋手 尤其是 怎么说呢 就是心气非常足的 职业棋手 出了这种棋之后 是非常痛苦 对 没错 他主要是 主要的问题 可能是不是出后面读表的时候 他有点着急了 他棋在这儿 对 我感觉还有一层原因呢 就是 他对金智希 他可能 把金智希当作一个 他未来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所以说他好像很多 下的 我觉得 就是有点 逗狠的那种味道 他下的有点 有的时候应该 手一下 对 特别狠 是吧 太狠了 下来 因为想必金智希 也是韩国年轻一代棋手 对 他们将来肯定像范廷玉 这么强的棋手 肯定要跟金智希 缠斗十年左右的 我觉得 是 对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白的金智希 是中盘战胜了范廷玉 主将之战呢 是韩国队取得了胜利 那么最可惜的就是呢 最后我们的比分 就是战成了5比5 那么他的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 今天的结果是 朴廷环 中盘胜 陈耀叶 陀嘉西呢 是半目胜了 崔泽汉 陀嘉西好像两盘都赢了 对 陀嘉西很厉害 对 赵汉成是中盘胜 姜维杰 这盘棋 我刚开始看 一直是姜维杰的好局 姜维杰从头控制到尾 对 但是后面好像 突然有一段时间 姜维杰有点焦躁 就是突然发力了 我觉得不发力 是他优势的局面 那么最后就是今天呢 我们是2比3 但是因为范廷玉输掉了 这盘棋也是输的 不应该去 那我们是 盘孝 盘孝获胜了 盘孝获胜了 金胜仔 金胜仔 对 然后陀嘉西赢了 崔泽汉 等于说我们今天是2比3 那么最后呢 两场的结果是 5比5打平 但是由于范廷玉输掉 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来说呢 我们中国队是输掉了 那真的是很可惜 对 不过总体来说 其实从内容上来说 你想姜维杰和范廷玉 这两盘都是赢棋 对 而且我觉得小范这盘棋 就是说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特点 对 他一直 他是在下他自己的棋 就是到后面 我确实感觉到 他受到这个时间的影响 因为后面 就是我相信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盘棋 摆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乱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 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 来讲这盘棋 我们看起来都觉得 挺乱的 对 不知如何下手 是没错 因为如果我们向大家介绍 这个比较繁琐的变化的话 这盘棋大概要需要三个小时 对 估计也来不及 对 对 确实 不过不管怎么说 虽然这个比赛 总体来说 我们是输掉了 但是呢 我觉得内容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 说跟人家差距很大 没有这种感觉 对 还有呢 接下去还有很多的比赛 对 之前我们也已经 夺得了两个世界冠军了 对 所以总体来说 中韩这对抗的局面 我想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棋手已经有沾上风的趋势 对 至少是不落下风了 至少像他们金智希这些棋手都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对 我们这边世界冠军就是 应该从朴温瑶开始算 就是小一辈的棋手 江维杰 石岳 周瑞扬 范婷 我们已经有五个人了 没错 包括像陈瑶夜这个多次世界亚军 确实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非常有希望 没错 因为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总体来说是落于下风的 但是至少现在来说 不敢说绝对上风吧 但是肯定是已经不落下风 对 而且我们中国棋手现在 虽然说我感觉啊 就是肉博的时候还是要差一点 因为韩国本身它是一个肉博民族 它比较喜欢肉博 各类肉博他们都很喜欢 那那个我们 像我们就是说除了这方面差一点 不管是从布局 还是到这个就是大局观 然后到这个中后半盘的收数 我觉得我们个人技术都很强 好 对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